基本上層次都寫完了,把它再執行一下 這樣OK了 但是最後有點用不方便 所以最後你就是再把這個sub 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插入 這邊放在旁邊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把它改成叫班旗 把那個名稱複製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再把它 貼上 只要你變更之後的話 就再按一下 三班,不過如果四班會怎麼樣 找不到 會怎麼樣 會不會成功 沒有東西 OK沒有問題 但是呢只是說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你會多按一個按鈕 那如果你不需要按按鈕 就是用突發的 當 他 被change的時候 就執行按按鈕的動作 那就是變成一個事件驅動的程式撰寫 那寫法我們之前也講過了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是寫在哪裡 寫在 這邊 這個工作表叫序則一 所以你就找到 瓜糊裡面叫序則一的 當這個工作表 他被什麼呢 被change的時候 記得不是selection change 是change 當他 這個工作表 哪個工作 序則一 這個工作表 被change的時候 所以selection change拿掉 做什麼呢 做判斷說 你改變的那個 是不是 是不是 H2 那怎麼判斷呢 如果 改變的他怎麼告訴你 用target告訴你 就是target 這個就是 一個物件 這個叫做 引述 引述物件 就是 他會用這個 target裡面告訴你 那 他又用什麼方式告訴你 address 所以他裡面有個屬性 叫做 address 就是 他 變動的那個 是不是 H2 所以裡面的話 你就是H2 但是因為他是絕對位置 所以前後 都要加錢的符號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如果是H2的話呢 那就幫我怎麼樣 一樣 then 然後一樣end if 那就幫我call 因為純粒不用寫嘛 call哪一個呢 call這個模組裡面這個方法 所以這個你就直接把call 後面加一個班級就可以 那這樣子的話呢 意思說如果當 改變的時候喔 會特別說 當這個工作表 所以特別主要是選這個 的worksheet 當他被change的時候 他會透過 target的物件 裡面的address的屬性 特別說address的屬性喔 所以這個方法差不多啦 反正以後喔 如果你是要做那種事件驅動 只要哪個地方變動 你就是run一下 哪一個 模組的話 那你就call 直接call班級 哎 成事就寫完了 喔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呢 我們就不需要那個按鈕 也可以完成 所以這邊試一下 看一下 這個因為 這個在入門班的時候都有講到 所以我大概講得比較快一點 如果細節 不是那麼清楚的同學 回去可以再看一下 好像示範應該也會軟 裡面沒東西 一般 所以 就這樣說